Yo,在上一個影片我們進入了新的BUG12 數據處理 我們看了收集數據的方法 然後有四種 然後我們也看了兩種DATA的種類 除此之外我們也看了如何把數據造成一個Jadual Gagraban OK,現在我們就來檢查上一個影片我們做的練習的答案 這個第二題有可能你不是像這樣 sml xl 可能有一些人是slm了才xl 沒問題 只要sml和xl都有在 然後它的Gagraban,它的號碼還有Gundalan都正確就OK了 它的次序不重要 Alright,今天我們會來看Bervagelan DATA 我在上一個影片也是給你們看了很多種圖形對不對 啊,今天我們就一開始進入我們第一個會學的圖形 也就是Charta Balang Charta Balang就是條形圖 OK,那個步驟總共有四個然後我已經寫好給你了 然後我們會一起看Jondo然後跟著這個步驟一起做 OK,我們來看這個Jondo Diga 請你們暫停影片然後讀題目 簡單來講咧,它講下面這個Jondo Diga Gagraban 代表著Dingatan Satu Form 1學生 在空閒時間會做的活動 所以好像比如說第一個Activity是Membacha 然後有八位同學是在空閒的時候讀書的咯 然後以此類推 所以它已經給了我們Jondo Diga Gagraban 那我們要如何把Jondo Diga Gagraban 裡面的資料還有數據畫成Jata Balang條形圖呢 那我們再畫這種條形圖啦 我們通常都會畫在一個Graph paper上面 OK,如果你沒有Graph paper的話沒關係 不過有的話是最好 OK,第一個步驟就是EG對象和Gagraban的數量 花Paxi OK,Paxi其實就是這兩個箭頭啊 就是那兩個軸 一個打橫的,一個打直的 OK,EG對象還有Gagraban的數量 是什麼意思咧? OK,我們來看有幾個對象 這裡有五個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Gagraban的數量有多少 最高有九 OK,通常啦 打橫的喔 都是代表著那個對象 OK,然後要怎樣 呃,確保你畫的線足夠長咧? OK,我的tips是這樣啦 你看有多少個對象 在這裡有五個 Membacha,Mnondon,Malayari,Bersanam還有Mnengah 有五個對不對 然後每一個對象你就用兩個格 所以一 二 三 四 五 所以要用十個格對不對 然後 在最後加多一個格子 OK,為什麼要加多一個格子 等一下你就會知道了 OK,現在我們來畫打直的 打直的呢 通常啦 都是代表著Gagraban的軸 然後你看啊 現在Gagraban最高是九對不對 所以可能我的打直的軸 我會畫到從零 畫到十 所以可能在這裡每一格呢 我就給它代表著二 OK 所以每一格會有二 所以十我就需要五個格咯 所以一 二三四五 然後五個格了過後我再加多一格 OK,所以現在你的打直和打橫的軸都有了 現在可能你會問為什麼每一個對象要用兩個格 然後為什麼到最後要加一個格 有耐心點啊 我們過後我們就會知道了 OK,第二個步驟就是Label跟Paxi 所以我們是要在我們的軸上標籤 OK,剛才我講了喔 左邊的打直的是數量 OK,所以我就放寫0在這個角落 這個就代表著0 然後每一個格代表著2 所以是0然後2 4 6 8 10 然後左邊這個號碼其實代表著什麼呢 代表著學生的數量對不對 所以我會在這裡寫 Vilangan Murid 對阿,這樣子打直寫的 OK 然後下面這個打橫的Paxi 是那個對象 所以首先我們有Mambacha Mambacha就會在 這裡 它會在 這一個格以內 等一下我們畫的時候會在 這個格以內 我現在先在標籤給你看清楚先 然後我們要空一個格 然後再標第二個 OK 所以第二個是Mononton Television 嗯,所以在寫這個時候我會建議你把你的書 或者把你的紙 轉橫來 打橫 比較容易寫 然後一樣的 空一個格 然後第三個 然後第四個 空一個格 然後最後一個 OK,現在我寫完了那五個對象了 過後勒 還沒有完喔 這五個 對象 是什麼來的 它是 Activity 所以我們還要在下面寫多一個 Activity 所以 現在你知道了 這個Graph 打橫的 都是Activity 都是活動 然後有什麼活動 有這五個 然後在左邊的呢 是 學生的數量 然後有多少個 然後有多少個 有0到10 這樣子 OK 現在第二個步驟完成 我們就來看第三個步驟 第三個步驟就是Lukiskan Balang 就是要畫上那個條形 首先我們來畫Membacha先 Membacha有八個學生 所以八個是在 這邊 啊,在這邊 然後我們就把它連接去 我們Membacha的地方 OK 現在第二個是Menton Television Menton Television 是有9個 OK 你看左邊有9嗎 沒有 不過我們知道 9是8和10的中間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在這一格的中間 大概這裡咯 啊 所以在這裡 就是代表著9 然後一樣的用詞 畫直直的 線啊 打橫用詞 打直也是要用詞 所以你會看到很美的一個四角形的條形 OK,現在Malayari Internet Brasanam還有Mendanga Lagu 我想要你自己嘗試一下畫 OK 在你們開始畫之前咯 有可能你會講 哦,老師我沒有這個graph paper OK,沒關係 我要你拿出你的詞 然後哦 我在這裡的每一個格子 你就當這是ECM 好像你看我畫這個打橫的boxy 有多少個格子 你就畫多少個CM 然後打直的boxy 有多少個格子 你就畫多少個CM 所以在這裡呢 打直的 會有 6CM 因為我用了6個格子 如果你覺得太小的話 你可以自己改 一個格子要2CM也可以啦 只要夠位就可以了 然後我也不要你畫得太小 不要把兩個格子當成1CM 因為太窄了 要剛剛好 這樣子呢我們的圖形不但整齊 而且有系統 有跟著那個尺寸 請暫停影片 然後開始 所以如果你畫好了 你們可以跟老師的對一對 所以你看我現在可以很明顯的看得出 Mambacha 是有8個 Mandondon Television有9個 Malayari Internet有7個 Bersanam有6個 Mandengalagu是有4個 最後一個步驟 就是Tuliskan Tajo 我們要寫上我們這個圖形的單元 OK 要怎樣知道那個單元的名字呢 我們從題目中找 它一定會講的 以下的Jaduang 顯示著什麼 Activity Muscle Lapang 啊 Activity Muscle Lapang 就是 那一個單元了 所以你們就在你們的圖形上面 寫 Activity Muscle Lapang 這樣 你的Jaduang 就完成了 OK 我現在讓你看一看 Jaduang其實也有另外一種形式 就是這一種 左邊這個就是剛才我們畫的 打字的 也就是講數量在左邊 對象在下面 然後 我們也可以把數量變去下面 然後對象變去左邊 所以喔 剛才我們畫的呢 也就是左邊這一種呢 它就好像在建一個高樓大廈一樣 右邊這種呢 就比較像是建火車軌道 所以它是一樣的東西來的 只是它把對象還有數量 換去不一樣的軸而已 所以如果你看右邊的圖形喔 它還是一樣的 Mendanga Lagu 還是一樣 是四位學生 看到嗎 左邊 Mendanga Lagu 也是四位學生 然後 軸的標籤 Activity Bilanga Murad 還有Tajuk 都要有 然後它們也是一樣 每一個對象會空一個格 啊 嗯 嗯 我聽的 嗯 嗯 嗯